安徽合肥的一架在建的高架桥 在施工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歪斜 倾斜歪倒 现场三名人员受伤 前天下午有关部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说 这次大桥的倾斜是在搞正常的破坏性实验 发生意外的是 合肥市包和大道高架工程项目 当时正在施工 项目经理王中东回忆说 实验是在12月5号上午7点半开始 将近8点的时候 贝雷良发生了倾斜 高架桥歪倒造成三名工人受伤 合肥市有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行业要求 必须要进行贝雷良承压实验 当天只是一次正常的实验 那么明知要进行实验 而且实验存在风险 为什么不让施工人员撤离呢 按道理实验不成功 但是可以的 比方贝雷良 特压来可以 但是你要确保你在医院 确保零年不能受到伤害 这是必须要求 但这一点 在做这些工程者还是不细致 一个正常的破坏性实验 能够造成这么大的人身伤害吗 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 那么这种是生命 以及公共财产安全为儿戏的 所谓正常破坏性实验 就太不正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养